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支重要装甲机械化部队 其前身使陆军 卯师 卯坦克团 1966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 编入北京卫戍区 曾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 抗美援朝等战役战斗 历史上涌现出多个战斗英雄和战斗集体 为首都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是一支人才辈出的威武之师 杨瑞杰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杨瑞杰北京卫戍区卯装甲团团长 硕士研究生学弟 在长期的部队工作实践中 他屡之尽责 注重实践强素质 情细国防 牢记使命谋打赢 在实践中 以战争的标准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素质 在训练中 坚持从难从严 从实战的角度检验部队的作战能力 他立足现有装备 着眼长远发展 充分发挥技术人才作用 努力提高实战能力 团里涌现出一批技术革新能手和军事训练先进典型 他先后四次参加全军和军区组织的参谋比武 两次荣力个人三等功 两次荣力个人二等功 先后被评为优秀基层代兵干部 实打学习成才标兵 军事训练先进个人 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我们的职责 我们的使命 超级战士为荣誉而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战士节目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朱日和军事训练基地 我们将要认识的爱军金武标兵杨瑞杰团长和他所在的部队 目前正在朱日和训练基地助训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支部队的战士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超级战士比武竞技法 同志们 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教官杨瑞杰 你们八名同志都是我们专业团的精英 今天你们能够站在超级战士的比武赛场上 已经充分证明了你们的实力 下面你们将分为红蓝两队进行三场比赛 在三局两场的对抗比武中 你们将面临比平时训练更加严峻的挑战 更加残酷的考验 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发挥出我们平时的训练水平 一定能展示出我们卫戍警卫部队 过硬的军事作风和良好的战斗精神 我也相信你们有实力最终举起超级战士的奖杯 超级战士的奖杯既是一种荣誉 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更是每一位战士心中的梦想 为了它 红蓝两队的战士一定会密切相同 接近所能 展现出他们全部的实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我宣布比赛开始 参加本次超级战士比武竞赛的两队选手是 红队成员 车长李明星三骑士官 聪慧敏捷骁勇善战 驾驶员陈志磊 三骑士官 智勇双拳胆大欣喜 一炮手李海坤 三骑士官 善于管理责任心强 二炮手荣真华 一骑士官 性格果断 作风顽强 蓝队成员 车长李月 二骑士官 技能过硬 勇猛无畏 驾驶员 王永波 三骑士官 车技高超 游勇有毛 一炮手 樊庆闯 三骑士官 性格直爽 行动果断 二炮手 樊加喜 一骑士官 耐心细致 灵巧敏捷 同志们 第一关的科目是 快速启动坦克 这一关 不仅检验你们 安装电瓶的速度 也考核你们 坦克自救的技能 同时 也是对你们 体能 和是否具备 一专多能本领的 综合考验 希望你们 在第一关中 全力以赴 展示出你们的实力 下面 我宣布 比赛开始 第一关 快速启动坦克的 比赛规则是 红蓝两队 同时进行比赛 选手将 起点处的 4块120斤重的电瓶 通过只字行路 搬运到 50米外的 一辆坦克处 安装电瓶后 将坦克启动着 再通过轻引的方式 将这辆坦克 正前方的一辆 熄火的坦克 启动着 再驾驶这辆坦克 到达200米外的终点 后一辆车 越过终点线 比赛极高结束 比赛采用计时制 用时少的一方获胜 第一关的比赛 即将开始 两队选手 都希望能够战胜对手 旗开得胜 我们四个人在一起 就是经过不断的摸合训练 就是互相配合的非常默契 能有一种 无形的沟通的感觉 我们这个车组 平常训练 无论什么动作 这个配合的 还是比较道理 我们这几个成员 配合还是比较默契的 比赛一开始 红蓝两队 就开始以最快的速度 翻运电瓶 可是翻运的策略 却各有不同 蓝队的策略是 四人同时抬三台电瓶 我给你四个人 抬三块电瓶 就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我们平时训练 都是这样练法 而且这个方法 也是比较快的一种方法 红队的策略是 三人抬两块电瓶 而驾驶员 却直接跑向了坦克 这个驾驶员 先去车上进行摇炮 为驾驶员 装电瓶 通过清洁 其余三名成员 抬两块电瓶 四个人 我是第一个 跑到车上 把这个炮 摇到这个左侧90度 然后准备装电瓶 因为安装电瓶 需要一到两名选手 在坦克汤内进行操作 因此必须要将炮火 左转90度 呈出一定的空间 红队此时搬运电瓶的进度 显然要比蓝队慢一些 但是 他们的摇炮 却比蓝队要快 而红队搬运 剩下两块电瓶的 两名选手 体力却消耗得非常快 在支支行的通道内 奔跑得有些吃力 为了尽快完成 搬运电瓶的环节 他们的体能 都在迅速地被耗尽 我是用尽了自己 全身的力量 把这个第三块 第四块电瓶用了 到最后一块消耗体力比较大 体力稍微有样的热情 搬运电瓶的环节 蓝队比红队越快 接下来 两队选手 要开始为坦克安装电瓶 这个环节 由各队的车长 协助驾驶员共同完成 需要选手连接精确 操作气质 耐心 否则坦克 可能无法启动着 同时 他们还必须考虑到安全因素 红蓝两队的驾驶员和车长 都在争分夺秒 紧张地操作着 由于是比赛 选手们压力很大 但却要做到忙而不乱 镇定自重 装电瓶不要订阅时系列素质 手不要多 第二就是程序要思路特别清晰 把你按照程序的 装电瓶的环节 红队的动作似乎更加迅速 电瓶安装已经基本完毕 他们已经开始将炮口向正前方摇 为了赢得第一关的胜利 在摇炮的环节 他们也在风秒必正 这个摇炮的快位 因为它那个时候比较滑动 然后要有一个前面的鞋 所以我必须在快速的加火炮 就摇正 此时后面的坦克都已经启动着了 接下来就是要将前面熄火坦克上的钢绳 挂在后面的坦克上 通过后面坦克的牵引力 将前一辆坦克启动 挂着那个牵引权当时是比较困难 因为那个牵引权一个人拿那个牵引权确实比较有 指挥驾驻员前进 到了指定位置 然后挂这个钢绳 挂完钢绳 然后指挥驾驻员后退 把前一辆坦克拉走 红队坦克非常顺利的启动 而蓝队也很快开始牵引了 此时两队的操作进程十分接近 选手们的动作频率也非常快 而红队此刻是略胜一筹 率先将前一辆坦克发动开出 看到了红队坦克已经发动 心里非常了解 想催促的价格动作迅速 蓝队向奋力追赶 但是由于前一辆坦克扬起的尘土很大 后一辆坦克将要加速逼近 也必须十分小心 防止追尾失去 选择观察它是坦克的 迎风面一侧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具体判断出 你这个自己的坦克 到底前面干什么有多少距离 这样的话你不能够发动队队 可能四五点 红队的第一辆坦克已经顺利越过终极 蓝队自然落后 但是依然没有放弃 来全力进行最后的冲刺 第一关的比赛成绩红队7分25秒 蓝队7分31秒 同志们第一关的比赛已经结束 我对你们红蓝两队的表现非常满意 你们都动了脑筋 想了办法 练得也很扎实 成绩比我们训练有了很大提高 尤其是红队 分工更合理 方案更优化 没有出现任何失误 蓝队虽然搬用电瓶速度很快 但转动火炮速度较慢 影响了电瓶的安装 我宣布 现在的比分1比0 红队暂时领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关的比赛 你们旗鼓相当 下面进行第二关的比赛 启动坦克 越战 此关更是综合技能的展现 这一关中 某些障碍有一定的难度和危险 是对你们技能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希望你们两队选手 都能够充分准备 合理分工 密切协同 全力以赴 充分展示你们的实力和水平 下面我宣布 比赛开始 第二关 启动坦克越战的比赛规律 选手模拟实战中 在一辆坦克发生熄火的情况下 选手必用另一辆 有动力的坦克 通过顶推的方式 将熄火的坦克启动着 在驾驶非启动着的坦克 依次通过S型限制路 九杆弯道限制路 土力 双直角限制路 并跳下高度为2米4的断崖 比赛极高接触 比赛采用计时制 用时少的一方获胜 坦克行驶中 碰到限制杆 一次罚时15秒 根据抽签 首先出场的是红队 这一关 仍然要求4名选手 密切协同 合理分工 才能迅速完成 第一局赢了以后 我们心态是比较平 信心还是比较足 想在第二局 以最短的时间战胜对方 在第一关去的胜利以后 我们大家开会研究 一字表态要在第二关中 一定要去的胜利 以强势的状态压到对方 下车 我主要会了这个 下去开第二辆坦克 用第二辆坦克的动力 将第一辆坦克滑动 在后一辆坦克进行顶推前 红队选手在前方坦克的尾部 挂上了一块枕木 以保证顶推时 不损坏坦克 增木进行这个接触面 减少这个撞击病 此两辆坦克在不损坏的情况下 进行划动 通过顶推前方的载客 迅速被启动 红队竟然的十分顺 就是车着的一瞬间 心里面就是一种念头 就是我们的成员 必须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上车 然后迅速启动 熄火的坦克已经被成功启动 接下来 红队将要通过的是S型限制 由于坦克的体型和重量 都十分庞大 要想迅速通过狭窄的限制路 对驾驶员的驾驶技术 要求很高 当时就是一种想法 就是保证过先驻的时候 不碰老干 不驾老干 就是速度稍微慢一点 也不能碰压干 红队的驾驶员 陈志磊 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坦克驾驶员 尽管技能高超 但是他所采取的策略 仍旧是欢中求胜 不过分追求速度 因此 S型限制路 九干欢道限制路 都过得非常顺 接下来的徒弟 则需要驾驶员的操作 更加的耐心和沉稳 否则将有可能造成事故 红队的驾驶员 陈志磊 非常顺利地通过了前面的障碍 接下来的双直角限制路 则难入地上 需要选手 原地转弯的技巧非常简直 尽管坦克行驶的过程中 扬起了很大的尘土 但是陈志磊 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坦克一直没有碰到一个限制杠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障碍 也是难度最大的障碍 断崖 为了安全通过这一障碍 选手们需要进行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是将坦克前后的叶子瓣 掀起并固定 固定叶子瓣主要是为了避免 坦克下断崖 就是将坦克叶子瓣的机会 在固定叶子板的同时 炮手要将炮口向右摇软90度 我将火炮向右打90度 以免火炮借主地面受惑 一切准备就行 红队马上就要跳下高达两米四的断崖 这是他们平时训练中很少尝试的高度 随着坦克一点点逼近断崖 红队的选手们都感觉到了压力 因为是比赛 心里上稍微有点压力 就是怕通过断崖的时候出现什么情况 在过去断崖之前 应该说心里有一点紧张 红队的坦克顺利地跳下了断崖 但炮口却没有固定住 意外出现了甩炮现象 甩炮的原因是由于方向机没有固定牢固 因为出现了甩炮的情况 违反了操作归程 红队将被罚时三十秒 第二关的比赛成绩 红队出现甩炮现象加罚三十秒 总用时十分五十四秒 接下来出场的是蓝队 第二关我们也立下了军连状 就是决心一定要拿下第二关 取得第二关的胜利 自己改造心里 很不服气 同想在第二关搬回局 第一关西败的蓝队 这一关必须获胜 但是他们在追求速度的同时 也非常注意坦克的安全 划上了两块阵子 接近前面练坦克的时候 速度一定要不要太快 等挨到前面坦克的阵子之后 迅速加油 然后把前面坦克订了 顶推启动坦克的环节 蓝队环出的干净地步 接下来过限制路和障碍的环节 主要考验的就是驾驶员 黄永波 对每一个限制路障碍物 动作要领 要点都做了真正的回顾 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多次专业比武竞赛中 获得第一的黄永波 驾驶经验十分丰富 他沉着冷静 动作娴熟 坦克行驶平稳 同时他对坦克的转向时机 把握得非常进去 车辆到转向位置之后 必须要转 然后那个时机不能晚 也不能体现 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压杆和混乱 蓝队坦克通过前两个限制路的速度 明显要比红队快一些 但是黄永波的内心仍然十分焦急 才过土岭的时候 坦克必须低速捷径 才能保证行驶安全 在双直角限制路 为了能够顺利通过 黄永波稍微降低了车速 这个障碍是最需要驾驶员 细致观察和耐心操作的 因为稍有不顺 就可能碰到限制杆 蓝队一路非常顺利 下面他们将要面对的 就是这一关难度最大的障碍 断崖 选手们开始分秒必争 十分仔细地 做着跳断崖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到达断崖前 我是从车展位置出来 然后固定前后页的板 到达断崖前 我迅速摇火锅上右 并固定放弯机 跳断崖前的一切 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这将是非常关键的一跳 如果失败 他们将会以0比2输给同队 平时我们练这个课目 一般高度为80到1米4 而现在跳断崖 高度升到了2米4 这也是对驾驶的一次考验 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么高的高度 比如说心里边 也有一定的压力 当时心情非常紧张 所有准备工作做完了 就怕人员或者车辆出现一些什么失误 蓝队也顺利地跳下了断崖 但是坦克此刻却突然熄火了 因为这个断崖锤子都比较大 感觉会下滑 速度比较快一些 所以制动力就适当地加大了一点 造成了这个制动力 活到是坦克细火 这是蓝队军手从没遇到的情况 也是对他们应变能力的一次考验 第二关的比赛成绩 蓝队10分21秒 在这一关的比赛中 红蓝两队表现得非常出色 全部通过了障碍物和限制路 但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红队跳断崖时 方向机固定不太牢靠 出现了甩炮现象 蓝队跳断崖时 踏制动过狠 出现稀火现象 最终综合平定成绩 蓝方取胜 现在的比分是一比一平 前面两关 你们两队势军力敌 打成了平手 下面第三关的竞争 将会更加激烈 你们将在这关中 决出超级战士的冠军 这关的比赛科目是 人工启动坦克 此关主要考验你们 与配属的步兵 协同启动坦克 并按规定定点停车的技能 我希望你们在这一关中 要充分吸取借鉴 前两关的经验和教训 运用好适合自己的战术 去争取最终的胜利 下面我宣布 比赛开始 第三关 人工启动坦克的比赛规则是 模拟实战中发生坦克熄火 电启动 空气启动失效 又无动力拖车的情况下 选手通过与实名步兵 协同的方式 用牵引绳 通过人力拉拽 将熄火的坦克启动到 在驾驶杯 启动着的坦克 到达左前方200米半的终点后 完成精确停车 将终点处两排 每排十个气球压迫 且坦克不能越过中止线 比赛极高结束 比赛采用计时制 用时少的一方获胜 坦克少压碎一个气球 滑时十秒 如果坦克越过中止线 将滑时三十秒 第三关率先出场的是蓝队 第二关扳平比分后 他们现在想的 就是反败为胜 第三关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反败为胜 取得这次比赛的胜利 在第三关比赛之前 我们信心十足 有很大的把握 要赢得第三关的比赛 现在的心情就是 争取 发挥最好成绩 战胜对方 获得冠军 两名选手要立刻 把坦克左后方的铝带撞开 让坦克的铝带 和引导轮脱离主动轮 方便人力拉拽引导轮 启动坦克 一开始下到肯定之后 我们就迅速 去中大绳 准备炸铝带 同时 一炮手和二炮手 要将拉拽用的大绳 与铁合连接并展开 我一下车之后 拿着大绳 把大绳展开 拉直 然后负责把大绳 穿进刚才什么 那个孔内 然后把大绳拉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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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蓝队选手 已经用大锤 将铝带笑砸了出来 铝带被断开 加油 四名选手 开始同时 用翘杠 将铝带 剥离主顿轮 在这个过程中 主要就是 四个人 四个成员 用的力量要一致 同时 是向后 身体向后 一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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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的过程中 感觉就是 四个同志 非常的配合 也非常的卖力 同时我们也 相互的加油骨件 含起来了 但是因为这个铝带 比较沉 也比较费体力 耗手比较沉 这一环节 消耗的不仅是 他们的体能 更重要的是 耗费了太多的时间 将近一分钟的时间后 他们才将履带 剥离了主顿轮 而接下来 他们要把钢丝绳 卡在引导轮的齿轮上 以便人力拉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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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队非常着急 因为这样 一定拖延了一定的时间 铲钢绳也是想 工作快一点 以阶层一定的时间 十名协从的步兵 已经就位了 钢绳 也已经紧紧缠在了齿轮上 下面蓝队的选手 将要和步兵一起 快速拉动绳索 转动引导轮 将坦克启动 负责指挥的 蓝队驾驶员黄永波 一方面指挥步兵拉动 一方面要给驾驶员手持 让他知道 是否启动到 让他进行下领队的操作 我要观察步兵 在转动轮 旋转 必须要达到 一定的转速 达到一定的速度 然后才能够利用 那个惯性 让他踢着球 蓝队的坦克已经被顺利启动 为了能够开动 蓝队 他们此刻 必须将履带 铝队铺入原位 首先 就是要把履带 重新挂在 手动轮上 就在蓝队的拳手 争分夺秒 抢时间的时候 蓝队的二宝手 还加息 却发现 很难将履带 跳起 这一段环节 耽误了十几秒钟 因为当时崩了好几次 当时我心情非常愧疚 感觉到 由于我个人 因素 影响到全队的成绩 经过多名选手的努力 履带终于被挂在了 主动纹上 下一步 选手们必须 将履带销 砸紧履带连接处 将断开的履带 重新连接在一起 采用防浪板 塞至履带下方 将履带抬起 省两侧履带 能够很好的结合 由于之前 翘履带和拉绳 所消耗了太多的体能 蓝队选手刺客 已经感觉到 动作非常吃力 呼吸 比较急促 造成 对这个大锤 对正 不是太好 砸 砸 刘代销 砸了好几次 来砸紧 弹科已经启动 并且护肩 下面考验的 就是蓝队的 向连接 自己心里边就 比较紧张 也感觉到 已经失去了一定的时间 所以说一上车辆以后 迅速 二挡换身 在急速的转弯后 坦克将要压迫前方的 二十个气球 这将是对蓝队最后的考验 第三关的比赛成绩 蓝队四分零八秒 接下来出场的是洪荒 大家这个对这个敢打批胜这个夺低的思想特别好 在这个过程中四起这个高涨 也对自己心情特别主意 认为这个第三关我们肯定能有 当时我们的决心也很大 因为这个在前一关我们有所失误 但是这一关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这是最后的决战 由于蓝队之前表现很出色 红队选手压力很大 但还是非常注意操作中的安全因素 在刚开始的小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用大锤 要注意一个准 如果不准的话 可能把队友的手打上 拉拽用的大绳已经展开 履带销也很快被砸出 履带已经断开 而这时候红队的选手 却都集中到了坦克前轮的履带处 利用杠杆原理动动领带 杠杠的力是比较大 脱离的时间用的最短 两个人就能把整条履带脱离 我感觉比较顺利 这个方法还比较可求 只用了不到三十年 红队就轻松地将履带剥离了主动轮 红队的方法无疑让他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和体能 在禅钢之城的环节 选手们都非常镇定 信心十足 禅钢之城就是眼要比手快 必须眼前观察到 然后这个手更严重 这个达到这个忙而不乱 接下来将是最为关键的牵引启动的环节 如果红队能够一次就启动成功 他们过剩的把握将会很大 坦克被一次性成功地启动着了 接下来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履带复原 而这个环节不能有丝毫的插座 这个里面就是要求的一个 尤其是帮你 就是工作过程中 咱们这个车是不能启动的 是拉着的 把握的一个就是不能熄火 红队没有出现蓝队那样的问题 他们挂履带进行得非常顺利 履带很快就会崩起 而这时候 每一名选手都必须集中精神 不能有丝毫放弃 芝士的比较低 比较变的 炸下去使不上劲 红队的速度非常快 协作配合十分熟练 他们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 开始向终点进化 似乎最后的冠军已经近在咫尺 对着方向绝对没有问题 这一点的游把 关键的就是这个精确到位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最后的时刻 在如此大的比赛压力下 红队的驾驶员陈志磊 能够顺利完成精确停车吗 我今天就采取的 这个提前停车 就是离这个白线油 二三十公分的时候 宁可这个少压油 就能够超出白线 第三关的比赛成绩 红队三分二十一秒 红队以总比分二比一获胜 获得了本期超级战士的冠军 同志们 第三关的较量已经结束 红队的优势比较明显 红队之所以用时较短 主要是把握了以下几个细节 一是断履带前先崩履带 便于打掉履带销 二是履带从主动轮上脱离时 充分用了杠杆原理 并选择了方便操作的位置 三是连接履带时 一次绷紧到位 节省了时间 蓝队除了意外失误外 在一些小的技巧运营上 还有差距 下面我宣布 此关红队胜出 获得一分 最终比赛结果 二比一 红队取得了本次超级战士 比武竞赛的冠军 本次超级战士 比武竞赛 已经圆满结束了 下面有请杨瑞杰团长 郭志志 在本次超级战士比武竞赛中 我们每一面同志 都在经济场上 表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技能 顽强的一致品质 和勇于拼搏的精神面貌 从你们身上 充分体现了某位数警卫部队 特别忠诚 特别过硬的忠诚品质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的战斗精神 在本次超级战士的比武竞赛中 红队的同志们 展示了应有的实力 表现十分出色 获得了超级战士的荣誉 让我们大家 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下面请翁副市长 为获得超级战士比武竞赛冠军的 红队 排斗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获得本次超级战士比武竞赛的冠军 我作为炮手感到非常高兴 同时我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 取得胜利的原因就是我们团队大家能够协调一致 充分发扬完整苹果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 取得胜利以后心里面非常激动 四个人心情是一样 都是特别的高兴 在一块儿无论再苦再累 感觉值 看了三关精彩激烈的比武对抗 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对这支装甲部队 对我们的爱军金武标兵 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同时也更加充分的领略了我军装甲部队的铁甲雄风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